那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個過程中有很多艱辛 包括防疫的節奏 各位看這邊有很多的時間點 我特別標出一個時間點 2020年3月19號 一直到2022年3月7號 總共718天 把邊境的居家檢疫 從14天變成10天 只差4天 你有沒有想過 為了走這4天 花了700多天 為什麼 堅持啊 專業 這個地方不堅持 台灣早就被那個 狠毒的病毒給攻破了 這件事情沒有人在講 每天在講3加11 3加11在這個表裡面 根本沒有意義啊 因為它是一個特例啊 我們講的是國境的 所有的規範 所以3加11是針對機師 那我也要講 後來從這個2020年的 2年的3月7號 到現在10月13號 經過220天 從10天變成0加7 10天變0加7 你有沒有發現 節奏很重要 現在批評阿中部長的人 因為都要選 台北市長 所以我們要公平來看待 如果疫情一開始 你把蔣萬萬放在那邊 給他3倍的經費 他能做好嗎 這個過程中只要任何一次出錯誤 整個國門就毀了 整個國境都是病毒了 如果是黃珊珊呢 讓他跟柯文哲 跟台北市衛生局 跟聯運合手 可以做好嘛 所以我們要講的是說 就是論事是現在大家看這件事情呢 有一點失教式 桌子上就只有一份考卷啊 就是陳時中的考卷 陳時中說 他防疫做到90分 老實說 我身為一個醫師 我用良心告訴大家 真的是客氣的 這個考卷要跟全世界比 各位 我們在病毒發言地的國家旁邊 結果守成現在這個樣子 中間這麼說波折 都做了正確的判斷 而且沒有人告訴你答案喔 甚至你寫的答案跟別人不一樣 這就很厲害了喔 然後現在一個人說3加11 就想要答正 就想要得分 你覺得合理嗎 桌上這份考卷 有一位蔣萬安同學過來說 哎呀 這考卷寫得好差喔 我看不及格 老師轉過去說 那蔣同學 你的考卷呢 他說白癡喔 不會寫啊 跑了 上次在講什麼 講這個不投降的承諾書 他也說白癡就走了 你有沒有發現事情 只要考卷拿來 他說白癡兩次就走了 沒有論述 沒有答案 那講說 那黃珊珊有沒有考卷 有啊 他有一張啊 他的考卷裡面呢 有一大塊空白啊 就是什麼 城市的匡列隔離疫調 環濃事件 北農事件 記得嗎 全部都沒有做好啊 還有呢 中間還有考試舞弊喔 他把考試過程中的那個疫苗 偷偷送給Ben喔 所以其實在考試規則裡面呢 早就是零分了嘛 那如果三個人 歷經了同樣一個事件 一個守在中央 一個守邊境 一個只守台北市 結果這個完全都顧及到所有人民健康的人 被人家吃幾比說你做得很差 甚至呢 輸到這次的比賽 你就這樣合理嗎 所以我認為說 剛剛說的TVBS這個民調 我只有兩件 兩個事情可以說 第一個 這個事件呢 就是這個我們說的機構效應 一般人不會接受 第二個是什麼 看到這個數字 我覺得我們要更團結 我們一定要讓好的同學表現好 能夠做到更好更好的一個價值 所以這裡有一份 阿中市長的一個市政政策 各位看一下 有點厚度啦 字體沒有對話放到 就是有點厚度 有130項 為什麼要寫這一份 白字黑字 寫出來代表說 有說的都會做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候選人 他把國家說的這個健康事情做過之後 馬上就來做市政 而且他願意講 他看到問題之後 寫下來代表 他把他做好 那他為什麼敢做好 因為背後有團隊 那我們看到其他陣營呢 有沒有 黃珊珊 你的政策在哪裡 你有嗎 蔣同學 你有嗎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選舉是選代表 我跟大家講 投給陳時中 就是投給陳時中團隊 同樣的投給黃珊珊 就是投給黃珊珊 跟柯文哲的團隊 投給蔣萬安 就是投給那個不知名的團隊 現在回到選舉的主軸 我們要看的是團隊能力是否強大 還有一個候選人 他過去對於這些市政 他有沒有願景 有沒有計畫 有沒有強大的執行力跟應變能力 這些事情我跟大家講 過去的900天 阿中市長他已經證明一切 所以現在呢我們等所有事件 能慢慢沉澱下來 講一件事情 台北市民很聰明 我們不要再接受這些潑髒水的事情 我們要看的是一個候選真正的能力 好 剛剛羅醫師講到的就是說 如果你選誰的話 你就是選他背後那個團隊 所以如果你選黃珊珊的話 其實你很大部分 是選給他後面的柯文哲團隊 柯文哲跟 一直被認為說是第四組候選人啦 所以說包括這個看 簡蘇培蘇培姐的臉書也發了說 柯文哲其實包括說他扭曲了 禮拜六這個 阿中的禁總成立的時候 包括賴清德的發言 那他扭曲的原因是什麼 當然很多人認為說這個當然是 他要戒指2024 所以找一個假想敵賴清德 但是很大一部分也是 他要拉抬黃珊珊對不對 因為你在台北市府的觀察 他是不是真的是 包括說他的一些政策啊 黃珊珊的政策就是他的政見 那台北市府是不是變成 黃珊珊的競選總部 對啊 昨天這個事情其實還滿離譜的 這個9月28號 黃珊珊公布自己的教育政策 然後他在公布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局長 那一天是教師節 我們的教育局長沒有留在台北市 去慰繞辛苦的老師 反而跑到黃珊珊的競選總部裡面 去參加他的肇事活動 結果沒有想要過了兩天之後 柯文哲竟然就公布了 黃珊珊的這個政見 成為他要推動的方向 那不是很瓜田裡下嗎 你把黃珊珊的政見拿來說 我現在要做 你不是再一次的拉台黃珊珊嗎 那你不是公器施用嗎 而且我再問一句 如果這個政見 這個政策是對的 那請問過去 黃珊珊擔任副市長三年 她是在睡覺嗎 為什麼都沒有做 一直要到選舉的時候 才由她來宣布 然後柯文哲說要做 這不是很荒謬嗎 我覺得這完全是把我們 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當成是競選總部的團隊 然後把台北市的市民當塑膠 我覺得這真的是讓人家很難接受 那另外剛剛這個羅醫師有講啊 現在三個候選人其實都在寫考卷 這三個候選人寫的考卷完全不一樣 蔣萬安就只有把蔣萬安寫上去 他就要贏了 因為他姓蔣 他就想要當台市長 黃珊珊寫的這張考卷寫什麼 寫柯文哲 他就被動算了 只有陳時中腳踏實地 跟著他的團隊 推出了130幾項的政策 而這些政見每一下 你問陳時中 陳時中不會愣住 陳時中不會轉接給他旁邊的顧問 陳時中可以1510的告訴你 這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這是完全三個台北市 市長候選人現在完全不一樣的處境 那另外我要回到剛剛講說 這個TPPS的民調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 TPPS的民調從今年1月 一直到現在總共做了4次 而這4次的民調裡面其實有幾個 我先排除機構效應 大家說他準不準這件事情 不過他有幾個事情 第一個他要操作藍綠對決 為什麼要操作藍綠對決 就是講說寫他的名字就要贏啊 我只要讓這個藍軍一對 綠軍一對 我藍軍的基本盤 在台北市就要贏綠軍 所以TPPS的民調 一直要操作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呢他要操作成 綠跟白是兩個人在增 是兩隊在增同一塊餅 所以黃珊珊吃掉的是陳時中的票 而不是蔣萬安的票 所以你從他的這個民調上面 你可以看喔 在今年1月的時候 蔣萬安的支持度是4成 陳時中是2成9 黃珊珊是1成1成9 接下來黃珊珊跟這個陳時中的部分 就一直在拉鋸 一直在拉鋸 所以他要操作的是綠營跟這個民眾黨 其實是在拉扯的 但這是事實嗎 我相信我們在那邊走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屬性 有多少的國民黨的里長 有國民黨黨籍過去都掛著國民黨參選 這一次國民黨籍不敢用耶 全部都無黨籍選耶 為什麼 就因為黃珊珊嘛 過去三年的黃珊珊 已經放太多組員下去了 所有的里長都讓他買收起了 包含現在很多的市場自治會的會長 全部也私底下在幫黃珊珊在壓滑水啊 而這些自治會的會長 這些里長過去都支持誰 都是支持國民黨嘛 所以我覺得TPPS的民調應該要這樣看 再來這個TPPS這一次公布的民調 其實蔣萬安拉升了4% 而這拉升4%的原因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因為蔣萬安信講 他就拉升了4% 沒有其他的理由 沒有其他的理由 你看在這一段時間 蔣萬安提的政策有多少出場 包含他那個預約公車制度 去問到最後 記者問他 他說謝謝再指教 大巨蛋的政見 他說他如果當選市長之後 一個月要發死照 結果人家問他說 那消防安全的事情怎麼辦 蔣萬安也說謝謝再指教 然後去跑市場的時候撞倒阿嬤 結果完全愣在那個地方 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蔣愣愣 所以這些形象累積下來 蔣萬安還可以民調支持度 可以上升4% 不是就是因為他姓蔣嗎 完全對台北市的政見 政策 還有他的人 那整個 是不是有讓人家更信任他 更支持他 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點 可是只是因為他姓蔣 而在過去的這段風波裡面 他得力了 所以就是他阿公第一名 他如果做第一名 他可以對台北七做什麼 我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你看他那一天在公佈這個教育政策 記者只問他說 這個委員 那你的母語政策怎麼辦 他就馬上轉接 轉機給他旁邊的人 完全不知道怎麼提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蔣萬安的一個問題 然後 負責 我 我 我 在 因為 我 在 在 我 我 我 你 我